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小小 10月23日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在贺锦丽的竞选活动中 呼吁亚利桑那州选民 不要轻视特朗普的言论 他称特朗普的言论 试图煽动对移民问题的偏执 克林顿在凤凰城 告诉一群民主党支持者 嘲笑特朗普的言论是一个错误 这位前总统还将亚利桑那州 参议员竞选 与更广泛的国家政治舞台 进行了比较 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 参议员候选人莱克 和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最近几周 克林顿和前总统奥巴马 一直在亚利桑那州 和密歇根州等战场州 参加竞选活动 为贺锦丽争取支持 前总统特朗普周三 前往佐治亚州进行竞选活动 宣传他的边境安全信息 包括北卡罗来纳州 和佐治亚州在内的几个州 在各自提前投票的第一天 就创下了记录 特朗普计划 周三在佐治亚州进行两战 首先是在泽布伦举行的宗教主题 信徒和选票活动 然后在德卢斯 与前福克斯新闻明星卡尔森 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 小罗伯特·艾夫肯尼迪 一起参加集会 编辑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 是决定谁赢得总统职位的 七个战场州之一 两位候选人都可能 在剩余的竞选活动中 花大部分时间拜访他们 美国首次表示 看到朝鲜军队驻扎在俄罗斯的证据 美国估计10月上旬至中旬 至少有3000名朝鲜士兵 被船运至俄罗斯东部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 这位美国官员说 然后他们被带到 俄罗斯东部的多个军事地点 在那里接受训练 克里姆林宫此前曾驳斥 首尔关于朝鲜部署军队的说法 称其为假新闻 朝鲜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在周一的一次会议上 称其为毫无根据的谣言 莫斯科和平壤也否认武器转让 但他们承诺加强军事关系 并在6月的峰会上 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 他的妻子格温和儿子格斯 在寒冷的周三上午 前往圣保罗的一个投票站提前投票 根据美联社报道 这是格斯第一次投票 他刚满18岁 沃尔兹在前往拉姆齐县选举办公室的路上 告诉记者 我很兴奋 据报道 沃尔兹和格斯站在一起 把选票投进计票机 一名选举工作人员喊出第一次投票 全场爆发出欢呼声 州长和儿子随后互相机场 沃尔兹在班领上贴着 我投票了的红色贴纸 随后对记者发表了简短讲话 称这次选举是一个机会 可以翻篇特朗普带来混乱的一页 开辟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